藍要修選罷法 鄭運鵬接通過 關鍵中的關鍵就是黃國昌 為什麼 他說這個案子如果民眾黨不支持 國民黨沒辦法通過 然後他就去提到說 其實黃國昌以前也被罷免過 而且他以前在被罷免的時候 他是要求要降低門檻 他原本的修案是相對無數 沒有門檻 同意大於不同意 對 他原本當時 因為他當時時代力量他立委的時候 他當時民進黨裡面也有提一個自己的版本 然後但是黃國昌認為 民進黨這個版本還不夠 門檻還是太高了 他應該往下更往下修 所以當時時代力量所提出來的版本是 同意票 只要大於不同意票 相對多數那個立委就會被罷免掉 那個燈塔現在找不到 對 然後後來後來就變成說 後來就當然還是民進黨版本通過 那但是也因為如此 最後黃國昌的那一次罷免案 他才倖免於被罷免 要不然他那一次就要直接被罷掉了 因為他那一次是同意大於不同意 他同意大於不同意 對 所以而且更早之前 其實黃國昌從2013年 當時我還是他的助理的時候 當時我們一起搞過罷免 罷免吳玉生 然後後來的這個歌蘭偉行動 包含蔡振元然後林洪池 當時發動這些罷免行動 當時2016年的時候 黃國昌身為當時曾經參與民間團體 然後發起罷免連署的這樣子的當事人 他當時就講說 你們要知道要去做連署 簽這些罷免連署書 在街頭一張一張收集 是多麼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黃國昌他自己 在當時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現在會怎麼樣 他就說10年前他也認為說 當時的這個罷免門檻真的是太高 所以後來才有調整跟修法 那修法之後呢 他因為民進黨的版本性免於難 那現在藍營要提出來 要提高這個罷免門檻 因為他本來要在上禮拜五 就想要禁負二賭 後來他們撤回來 因為怕死了 因為這個當時慶寶行動這麼多人 然後又這麼多人在討論說 接下來有一些關鍵選區 有些差距非常小的選區 突圈吉 紐許婷等等 這些差距這麼小的選區 其實很有可能大家在明年2月1號的時候 就有些民眾看不下去 很可能會發起這樣子的罷免 現在黃國昌有對這個 國民黨要提高罷免門檻 目前安安靜靜 這個比日本進口的壓縮機還安靜 非常安靜 那所以才說確實 在這一次國民黨接下來的修法 而且反正他不分區 他又不怕罷免 說不定他覺得跟他沒有關係 說不定 所以他的 但是他的態度非常關鍵 因為他是民眾黨的總召 對 所以這8票會不會支持 國民黨的修法版本 如果他支持的 第一個是他完全打臉自己了嘛 過去又再一次 我們那也打很多次了 可能也沒差啦 對 對 所以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更坐實了 他為什麼第二次 不敢再去挑戰 戲職連任 然後後來 偷偷偷偷躲到 民眾黨的不分區裡面 因為怕損不住嘛 跟他損不住 有可能還要被罷免嘛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立法委員 那基本上 不要說什麼白 不要說什麼 什麼藍綠之外的監督力量 你就是跟藍的站在一起啊 你就是要保障這些 石骨不化的這些保守派的立法委員 持續做 做成萬年立委啊 以前有萬年國大 大家都很痛苦啊 如果提高 他罷免門檻 可能就會變成 國民黨會有萬年立委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